好 那么同学们一起来看这个故事 When the thief found a thief was caught 被抓到 在哪被抓到一个大的 很好的Jewelry 这就是就以这个词叫珠宝的总称 它是不可说名词 你想到这个词想到的一堆珠宝 所以我只能说珠宝店 Jewelry shop 你不能说这是一件珠宝 This is a jewelry 它不加A后面不加S 跟那个Machinery是一样的意思 那么它在一个珠宝店的Premises 那么这个词Premise 大家知道就可以 而新安静在文章中翻译的是房屋 其实呢有时候呢 那怎么不在珠宝店的房屋吧 这个house不太一样 它指那个怎么说呢 中文宝顿叫那个房子站的那个地 基地 就是这个基地 宅基地而农村的 这个叫房屋用地 房屋用地 这叫用地或者基地 一般什么才要看到Premises 就是你在鸟看图 比如这是我们的工厂的用地 This is the premises of our office 板工用地 或这是学校 那个老的学校的用地 And these are the premises of the old school 这个老学校的旧地 旧地址 旧基地 强调的是一个 它占的这个面积 所以在这个面积之上 才能盖房子 所以你看用的借词是 在on the premises of a store 它在马被偷了 并不是在这个珠宝店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好像在烟红里的吧 所以你不能好意思说 它在珠宝店里被偷 而它强调是 在整个珠宝店的用地之上 被偷的 就地面之上 这个空间被偷的 那么于是乎 The shop assistant 电源怎么样呢 Must have funded impossible to 可能一定是发现了 有的人说 老师为什么Must 后面加现代完成 是have done呢 学这个道理很简单 我们以后到高中 到最后会学到 旧代动词的推测 以前咱们在新年年 第一阶段也讲过 但是你现在通过 这个思路来看 你看第一句话 那个动词是被逮 对吧 后面的动词都是什么 过去识吧 所以Must 必须也得用过去识 但是你知道Must的 过去识怎么写吗 有的人当然知道 在后面加个ED 注意没有Must 他一旦 他既然没有加ED 那怎么办呢 我也不能把have 变成have的呀 或者把find 直接写个放的 写完了就会被他还原 所以没辙 我们用Must 我们加一个完成式的结构 一定记住 他表示Must的过去识 比如举个例子 你一定是对的 You must be right 这不用过去识 现在识 但一定小心 他昨天一定来了 我不能说 He must come yesterday 更不能说 He must come yesterday 我要说 He must have come yesterday 他之前一定见过你吧 He must have seen you 比如说 Yesterday也好啊 或者 恶劣啊 更早些时候 所以注意 这就是过去识 不用去翻译 就是电源 一定发现很难去说 这个抵制这个诱惑 去说他活该 到底什么意思 Resist 我们学过 叫抵制 这个词叫诱惑 跟我去说temptation 再来一遍 temptation 于是乎 我们今天看了一个 非常的词组 我们一定要记住 叫 Can't resist the temptation to do something Resist 叫抵制 以前我们说的抵制 比如抵制 哪个货 抵制国货 抵制日货 抵制美货 都有这样的人 Resist Japanese products 那么 temptation 叫诱惑 那么我们执意 抵制诱惑 千文贾克 不能去抵制诱惑 去做某事 不要这么翻译了 你就当 把它当个词组计 叫忍不住 去做某事 情不自禁 去做某事 那不就是抵制不了诱惑吗 初衷 我们应该学过 Can't help doing吧 这两个字 记住 是同一词 而且上面 更好用 我们叫 Can't resist the temptation to do something 忍不住做某事 无法抵制 诱惑 去做某事 或者情不自禁 去做某事 比如说 你怎么从电梯上 摔下来了 或者电梯怎么停了 不好意思 因为电梯上 有一个钮写着 不要按钮 我太好奇了 我忍不住 摁了这个牛 那怎么说呢 I can't resist the tem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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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press the buttons 我无法抵制诱惑 而最终 去摁了这个牛 比如亚当下娃 最终最本 怎么被赶出一点园呢 因为他们忍不住 去go了 并且吃了树上的苹果 说吧 他们忍不住去go reach 叫go 树上的苹果 怎么说呀 they can't resist the temptation to reach the apples on the tree 树上的 一定要扔到后面 不要说the tree's apple 那我这么说的呀 所以同学们 如果知道这儿的话 比如我今天去 本来说好 跟同学去买衣服的 结果到了服装批发城 我一看 我的天 这衣服太甜了 五块钱一架 十五块钱 送我去穿袜子 太好了 我忍不住买了一袋子 I can't resist the temptation to buy a lot of new clothes for me and for myself 是这么来的 所以同学们 这句话 我们是不是就理解了 我们就很难啊 去抑制住这种元素 就是情不自禁的 就是说活该 对吧 怎么就能让服务员 发现逮着贼海以后 一直说他活该呢 他到底怎么那么惨呢 于是往下看 the shop was an old converted house 于是先跟你讲解 这房子的条件 是一个非常老的 那我估计这个其中词 也跟老有关 来看动词 一起来convert 再来一遍convert 它的意思叫改变 那你肯定想到 以前学的改变是哪个词啊 change 当然有区别 什么区别啊 英文解释 change completely 完全的改变 以至于形式都不同 样子都不一样 这叫彻底改变 我们叫change completely 甚至外表都发生了 彻底的变性 用途都变了 所以反正改变不好 我觉得转变 转过来 更形象 所以这个词 跟我读一下 convert 那么同学们 词组就不用说了 change A into B 把 A变成 B 同样 convert A into B 把 A彻底改变成 B 举个例子 把垃圾转变为燃料 那就是彻底改变垃圾 不是简单的 那么大垃圾变成小垃圾 而垃圾转变为燃料 样子都变了 那么我们怎么说呢 convert the waste rubbish into fuel 是不是这么来的 那好 我再造句子 我呀 家里有两卧室 一个我是睡觉就行 那个我是 隔上电视 隔上Xbox PS3 电脑 PSP 麻将 反正还有各种各样的漫画书 还有临时 我彻底把我们家卧室改变成了 英文叫游戏房 游戏屋 playroom 那怎么说呢 I convert my bedroom into a playroom 是不是就这么说呢 好 这句话怎么翻译呢 the stocks 叫股票 can be easily converted to cash 或者into cash 都是可以的 股票能够被很容易的转变为现金 就是变现很容易 那按照这个数字 咱们造一个句子 把美元转换成 转变成英镑 怎么说呀 convert the dollars into tons 是不是这么来的 所以同学们 如果知道的话 我们就应该明白这句话了 那什么叫converted house呢 就是被彻底转变了的房子 那中文就是 这是一个被改了的房子 没问题吧 可能原来是医院 现在被改成游泳池 对对对 没天理了 所以这个房子商店 就是一个很老的被盖过的房子 所以有很多大的 没用的必处 不是 这个就是火炉吧 以前可能用得着医院 对吧 需要很多火炉 现在这个商店 要那么多火炉干嘛 我这 我这珠宝店 到时候再施了火 并且还有一些特别窄的烟肤 现在已经 diffused 不用了 用处已经消失 废弃了 是这个意思 闲置了 还好要不闲置 这个贼就被烧死了 这个应该能猜出来 好 快到中午的时候 一个女孩听到了一个喊声 来自于这堆墙的后面 估计就是烟道里呗 那么于是 形容词出现 跟我一起读 Muffled 三维病 现在看看这个动词吧 一起来 Muffled 就是这个动作 我们叫做拿什么东西 手也好 衣服也好 捂住 包裹住的意思 这是它的原意 那举个例子 He walked out into the snow 他独自外出 走到了雪地里 并且被怎么样呢 被一个围巾和大衣紧紧的 包裹住 Heavily muffled 音呢 在一个大衣和围帛里 捂得很严 包得严严实实 叫Muscle 但是现在呢 经常会转译 不光东西包裹 比如看这句话 怎么翻译 The falling rain 下的雨 Muscle the sound of our footsteps 把我们的脚部的声音 都给包裹住了 很好 别发现包裹 就是给声音给盖住了 压住了 所以第二个意思 转译才叫压抑 它后面只加声音 你比如说 因为捂住自己的嘴 在说话 声音肯定会被 Muscle Your voice Your sound Will be muffled If you muscle your mouth 没问题吧 好 这句话怎么翻译呢 Her voice was muffled By the pillow Pillow叫枕头 它的声音 被枕头给压住了 盖住了 什么枕头 因为 In the pillow 在这个枕头中 它躲它的脸 就说白了 咱们中文就是 它用枕头 蒙着自己的脸 所以声音就出不来了 被压住了 所以它形容词又出来了 加个D 我们叫muscle 后面只加声音 它的意思叫做沉闷的 低沉的 不清楚的 那声音就好比 你把袜子塞嘴里说话 当然有朋友说 你才把袜子塞嘴里 把枕头盖嘴上说话 手捂着嘴这样说话 这就是muscle sound 比如举个例子 I could hear muscle voices next door but couldn't make out words 我能听到一些沉闷的 不太清晰的声音隔壁 因为有墙给你挡住了 但是就听见 它说什么 词听不见 没考 分不清 什么词 不就出来了吗 所以说 这个女儿听到一个低沉的 沉闷的 支支吾吾的声 喊声 可能就是隔着墙 隔着烟醋 那么 As the cry was repeated several times 当海声被重复了几次以后 他就告诉经理了 怎么样呢 who肯定指谁 是女孩 就是这个女孩 还是经理 注意定义从旧的who 只能修饰先行词 所以who就是先行词加多 叫the manager 迅速的挂 给谁打电话了 ring up不说了 ring somebody up 等于call somebody up 注意给谁打电话 prompt 以前也讲过了 迅速的 立即的 对吧 那么同学们 于是这个海声 肯定是来自其中的一个烟通 As there were so many of them 但是由于很多 这些火警 也不能好确定 which one it was 它到底是哪一样 谢谢大家 我说你一直在这儿的 就把这儿子 咱们儿子 身边 这样 也不在这儿 这儿 咱们儿子 也不在这儿 咱们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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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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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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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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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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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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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